继万圣节之后,接下来最让人期待的就是圣诞节了。说到万圣节,想必大家也会到充满浓浓圣诞气氛的耶诞城。和美美的圣诞灯饰拍照纪念吧。 2019年新北欢乐耶诞城将于11月15日盛大展开,将持续陪伴大家直到隔年1月1日。为期48天精彩活动千万别凑过Q的。今年的主灯色为金灵黄。整个园区和街道充满着梦幻的暖红灯光。今年甚至创下纪录,灯饰涵盖面积高达800平方公尺。 包括市民广场耶诞树、市府大楼以及板桥车站大楼。啊,让来到这里的游客。从一下车到主灯区都能感受到耶诞城的耶诞气氛。 这次新北欢乐耶诞城以耶诞魔法城为主题。今年更创下三个第一。包括全球首度双塔衣术光雕秀。结合板桥车站大楼及新北市府大楼形成台湾双塔。 还有广场上的大耶诞树。以十二组,360度射线与光雕动画。带来经验的视觉想念。啊,福片来源,小老鼠,六瓜号。 另外在市民广场上还有一系列的精彩活动。像是同序嘉年华,巨星耶诞演唱会等着你来参与。 还有耶诞城堡市集,冒险游戏大闯关等等。除了来到这边可以拍拍照之外。还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可以玩,Till the,Bong。 福片来源,小老鼠,六瓜号。每年耶诞城灯须都有许多梦幻的装置艺术和互动游戏。 今年为了因应耶诞魔法城主题。这次将园区创造出梦幻魔法森林。有一座高达三层楼高的骑径魔山攀岩坡。结合灯光和绘画艺术的大行光影迷宫。以及透过灯光变化结合机械动态结构的森林沐浴。 相信来到这里的人,都会忍不住赞叹好美呀波浪号波浪号。今年还有超可爱的森林小屋市集。这次耶诞礼物屋集结众多知名卡通品牌。比少女被追,大男孩狂粉及亲子偶像三大主题组成。 组织造出有超完美卡通商场的Mirror Baby耶诞礼物屋。有许多超人气周边商品等着你。像是迪士尼家族米奇米尼,史迪奇,维尼。还有疗愈的角落朋友,蜡笔小星,宇宙人和可爱玻璃。 在这里通通买得到。并首次进入在战前广场围棋45天快闪。要和所有民众一同共度2019岁末最重要的耶诞圣典。 让民众除了拍照留念完的开心,也让粉丝的交换礼物零烦恼。园区内有八座必拍照景天桥。包括能够变换色彩的变色光郎,满满科技感的流星光郎,冰雪冷色调的冰柱光郎,布满粉色蒲公英的紫炼光郎,习惯的缤纷海洋泡泡以及点点星光的紫荆光郎。 每座桥就像自动套上梦幻滤镜。走到哪都忍不住多看真围起眼。除了主灯和周边主题灯区之外,今年还多了超夯人气角色卡纳赫拉的小动物专区,于6座卡纳赫拉耶诞限定装置和餐饮专区。 喜欢卡纳赫拉的朋友,今年耶诞节一定要来这里走走啊,波浪号波浪号。 2019新北市欢乐耶诞城,地点,新北市市民广场,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一段161号,板桥车站站前广场,新北市板桥区谢明大道二段7号。 活动期间,2019年11月15日至2020年1月1日,活动官网。 今年的耶诞城整体大升起,不止面积变大了,就连灯视造景,耶诞活动都变得更加有序。 还有剧新演唱会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偶像,陪着你一起度过耶诞城,活动期间长达48天。 大家一定要趁这段时间,来这里拍拍照敬念一下波浪号波浪号,延伸阅读,来源网路资料。